988新闻线 晚上7点31分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Sindia新瑞 今天我们的新闻线有点紧凑 所以呢 马上进入今天的新闻主线 看看有什么重点内容吧 新闻主线 陆照顾说 否则SOSMA不违背这个谅解被忘录 也没有对首相失去信任 阿摩扎西说 朝野被忘录不需要继续了 而纳斯里他就认为应该解散国会 下个月我们要重开国门了 入境者出发前需要在Mais Jutra 报他们的检测结果 已经接种者呢 4月1号开始可以进出马兴陆路关卡 那无需要检测隔离的 4月1号开始 所有已经完成关并接种的游客呢 可以选择承担任何一种交通工具 然后自由进出马兴两国的陆路关卡 而且呢 是不需要是接受这个隔离或是检测的 首相SMA莎比利和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 今天下午就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宣布了这个好消息 两个人今天稍早前通话的时候就同意 进一步开放马兴两国的陆路和航空边境 那刚刚说4月1号嘛 其实呢 在这一天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我国重新开放边境 卫生部长凯里呢 今天就召开了这场记者会公布相关的SOP 其实这个记者会呢 应该在几天前就有了 但是就因为一些事情 然后就delay到了今天 那我们来看啊 这个宣布的SOP 首先呢 入境者在出发之前 需要先下载跟登记 Mysjetra 就跟我们一样要用这个APP 因为呢 他们需要在这个APP里头 提交完整的行程 跟疫苗接种状况等等各种的资料 并且要得到这个入境卡 否则呢 是不被允许入境的 同时他们要承报 还有上载出发前两天呢 进行的PCR检测结果 那如果说这些游客 他们在入境前的6天到60天内 曾经确诊的话呢 就不需要承报这个PCR检测 需要的是RTK检测的结果 那刚刚说这个是出发前要做的嘛 而在抵达之后呢 入境我国之后24个小时内 这些游客就必须要前往 私人医疗机构进行RTK 不是说你一到机场 就一定要在机场里面坐哈 你是可以在专业 在外头的这个私人医疗机构 进行RTK 那他们呢 这个检测结果呢 就会通过Mysjetra去收到了 另外凯利也宣布 随着政府决定在下个月 重新开放边境 当局就会撤出7项的措施 包括早前颁布的18个 列为高风险的国家 还有地区的名单 大马跨境准证MyTriple Pass 还有就是带剑子追踪手环 居家隔离申请 OFC入境申请 附罗交易旅游泡泡 还有就是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设立的PCR检测站 这些都会撤销的 那新加坡其实跟我国一样 就是会从4月1号开始开放国门 而在迎来更多的国际游客之前呢 其实当地就会先做另外一个调整 在安全管理措施方面 就会有比较放宽的部分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宣布 下个星期二3月29号开始 当地人如果是在户外呢 可以选择不戴口罩 但是如果是室内的话 还是强制要戴口罩的 这主要是考量到病毒在户外传播的风险 比室内低很多 所以他们在户外可以不用戴 在室内一定要戴 不过呢 安全距离的规定就维持不变了 只要你没有戴口罩 就必须要保持一公尺的安全距离 以便把这个传播风险降到最低 那说到这里 可能你就会好奇了 那既然新加坡这么做了 我们是不是也会效仿 新加坡的做法 在户外不用强制戴口罩呢 今天凯里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他在记者会上直接说 我们不会效仿 不过他也是有提到了 一些特定的情况 其实是可以不用戴口罩的 这些其实之前也有说过了 包括你在运动的时候 单独工作 没有旁人的场合 单独开车 但是如果你是电照车 实际的话不可以啊 还是要戴着口罩的 吃饭喝水的时候 可以不用戴 娱乐活动 包括你在演讲啊 唱歌的时候可以不用 五岁以下的小孩 特定的残疾人士 以及有医生证明 患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 都是可以不用戴口罩的 那说回新加坡啊 其实当地也是会 大幅放宽跨境旅游县市 通过新的疫苗接种者旅游框架 简称为VTF 这让新加坡人 实际可以更容易出国 几乎就是跟疫情之前的情况 完全一样了 按照这个新的框架 新加坡也将会放宽 大部分的入境限制 让那些已经完成 疫苗接种的游客 在入境的时候 可以更方便 这就意味着 新加坡航空公司 他们不会再提供VTR航班 已经完成接种的游客呢 就是可以乘搭任何新航 或是库航的航班 去到新加坡那边 而且抵近之后呢 你是不需要再进行RTK检测 也不需要隔离的 那刚刚说的是 去到新加坡嘛 那如果说你是计划说 哎我要去欧洲旅游的话 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哦 因为之前就有发生过 好几宗啊 欧洲国家驱逐 大马游客出境的事件 原因是这些人呢 他们接种的疫苗 在当地没有获得认证 那因此呢 这个欧盟驻马发言人 就提醒了 计划前往任何欧盟国家的 大马人你要先检查自己的 疫苗接种状态 那我们来看呢 欧盟药品管理局EMA 目前其实没有承认 科兴疫苗 他们认证的五款疫苗 分别是辉瑞 莫德纳 阿斯利康 庄生 还有这个Novavex疫苗 那目前不承认 科兴的国家 分别是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葡萄牙 比利时 还有希腊等等 那无论如何 这个发言人也有透露 好消息就是呢 其中的一些国家 他们正在考虑要接受科兴 因为EMA 刚刚说的欧盟那边的指南呢 它只是一般指南 并不是强制性的 反正如果你有兴趣 前往欧盟国家的话 就应该要先 那个国家的大使馆 去确认一下了 确实了 那根据COVID NOW的网站 马来西亚这里呢 我们有31.2%的接种者 他们接种的是 科兴疫苗 就代表说 国内有一千万人口 可能是没有办法 入境欧盟国家 不过这是暂时之后呢 可能就会进一步放宽了 那话说回来 我国的单日冠病确诊病例 是连续两天上升的 昨天新增22491宗的新病例 其中看到雪州 这个真是要重点关注 单日确诊是破万了 通报10240宗 跟其他地区的1000多宗 或是以下相比 这个差距真的是拉大了很多 看到排在第二的 就是整十倍呢 我们感觉那第二高的就是吉隆坡 新增1991宗 排在第三的就是槟城 新增1299宗的 那我们看这个病例啊 还是那么高 还是有传播的风险啊 所以一直在提醒大家 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多么的重要 看到国内有三名马来医药专家 就有表示啊 调查显示 华裔父母呢 比较愿意让孩子去接种疫苗 而多数需要入院的 冠病儿童患者 都是马来人 因为他们没有接种疫苗 这三名专家分别是 公共医疗专家 莫哈莫法尔汉 儿科专家 穆莎 还有这个足迹菲里 他们撰写了一篇题目为 马来人反对接种疫苗的文章 引述了伊斯兰发展的历史啊 还有典籍 以及卫生部的数据说明 马来人应该要去接种疫苗 当中呢 这一名 莫哈莫法尔汉医生 他就提到 有一些马来人 宁可相信漂白饮料 还有减肥药 却反对科学家研究的疫苗 他认为呢 马来人应该要用行动 表示自己不是落后的种族 冠病疫情除了是影响 大家的健康 还有生活之外呢 其实也影响了 很大一部分人的收入 因此政府不久之前 就宣布要调整最低薪金 从原本的1200令吉 调高到1500令吉 而且是从5月1号就开始落实 只不过不是所有规模的企业 都受到影响的 微型和中小企业 可以豁免执行 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 诺奥马 他今天在国会证实 只有大公司才需要执行 最低的最新的这个最低薪金制 至于官病大流行 对于这个中小企业啊 这些他们造成了影响 所以当局是决定要推迟 中小企业最低薪金制的 执行日期 所以我们再跟大家整理一下 4月1号开始呢 我们就会重新开放边界 5月1号开始呢 就是最低薪金制1500令吉开跑 但是特定的企业而已 那但是贸销部长阿里山大 他就警告 这些都不是商家调涨的理由 就是涨价的理由 因此他就说 国内所有的商贩 不要趁机抬高价格 不然就会受到兑付 他说当局预料 在这两项重要政策落实之后呢 可能就会延伸出新一波的涨价潮 因此已经是展开 前期的预防工作 到时候呢 也是会加强执法的 阿里山大 他是强调 这次他不是在劝告商家 而是在警告国内的商家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现在的部分 我们刚刚在提到新加坡呢 他们放宽的措施里头 就有提到 他们现在呢 其实从特定的时间开始 在户外可以不用戴口罩 那今天就来问你了 如果我国也落实这个政策 户外可以不戴口罩 你还会戴吗 那给你两个选项啦 如果就算有这样子的政策 你也一定会继续戴 可以点选love 如果你就觉得 哎 既然都放宽了 我们来看看情况吧 可以点选love 延长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 特别措施法令 我们简称soulsmart的动议呢 昨天就没有办法在国会通过 结果 朝野领袖就群起互相的指责 其中就看到 巫统主席 阿摩扎西还有巫统的通讯极多媒体部长 阿努亚穆莎 他们都认为啊 西蒙已经违背了早前和政府签署的 朝野谅解备忘录 那根据政府和西蒙签署的 这个谅解备忘录 第三条明确的规定 在野党必须同意 或是弃权政府退出的任何动议 所以看到阿摩扎西他就表示 政府动议的soulsmart 在国会被党下是令人震惊的 对政府来说是一个耻辱 既然在野党已经违背了承诺 那政府也没有必要继续维持 跨党派的合作 那阿努亚穆莎呢 他就认为了 这其实是一个变相的祝福 因为首相伊斯妹沙比里呢 现在就可以自由的取消 或是暂停执行朝野亮姐妹网路 另外呢 巫统萧山居国会议员 纳兹里他也有话说 他认为政府应该要解散 国会还政于民 那他认为 延长soulsmart的动议被驳回之后呢 政府已经丧失了道德底线 人民就会认为 那你拥有绝大多数的议席 那之后他们推出的这个议案 都可以被推翻 那么往后政府 要怎么样去制定法令呢 所以呢 他觉得正确的做法 还是还政于民 刚才那些就是执政领袖的说法 至于在野党方面 他们则是认为 延长soulsmart的动议被驳回呢 政府是难思其咎的 因为大批执政党的议员 当时是缺席投票 看到公正党半地鼓去 国会议员法米 他就说 三十一名执政党的议员 都缺席投票 而当中他是直接点名 包括了 巫统主席阿末扎西拉 前主席纳吉 奔真区的国会议员 阿末马斯兰 还有就是巴尔区的 国会议员慕尤丁 他说 这些人与其在指责新盟 背叛这个朝野备忘录 那倒不如就解释一下 为什么当时候没有出席 来支持政府的动议呢 你看我们刚提到的 这几个名字都是 刚刚前面有讲过话的 那另外呢 那行动党佛容区国会议员 陆兆福他就表示 没有想到延长 SOSMA不过关 因为政府拥有超过 114名的国会议员 他认为呢 政府需要去承担责任 而不是归咎于 反对党的议员 他也反驳 西蒙反对国安法 通过就是违反 朝野谅解备忘录的 这个说法 那他也提醒了 备忘录中是有著名 草拟法案的过程 必须要经过谈判 还有原则同意 而刚刚说SOSMA的修正案呢 就是没有跟他们商谈过的 陆兆福也表明 在野党不同意延长 SOSMA动议 并不代表他们对首相失去了信任 刚刚法米不是有点名好几个 就是没有出起这个投票的 执政党议员 其中有两个人呢 就站出来解释 他们缺席的原因 先看一下巫统总秘书 阿摩马斯兰 他就说 他以为不需要记名投票 而且当时候呢 他因为要去参加 儿子的结婚会议 所以在内众部长开始在总结的时候呢 他就离开议会厅 而且他有讲到 他出去的时候 其实有问两三名的官员的 就有问他们有没有投票 而对方的回答是没有投票 所以他就走了咯 另外一个就是前首相纳吉拉 他就说 自己昨天是一直在法庭待到傍晚 所以才没有出席国会 他就顺带也是点名 昨天缺席的 他说 其实还包括了土团党主席呀 还有一党主席 这样子 这样子就说 这些人他们其实也没有出席 好了不管他们缺席的原因是什么了 SOSMA是已经确定不会延长了 警察总长阿格里沙尼就表示 警方会遵守国会昨天的决定 就是在今年7月31号之后呢 警方就会援引其他的法令条文 来调查SOSMA第四跨湖五条文之下的案件 例如刑事法典 通过法庭发出的延长扣留令来扣留嫌犯了 话说回来呢 国安法对于国家安全到底有多重要 没有办法延长SOSMA 是不是真的就会让国家安全 就是出现这个风险呢 今天的这个新闻线 我们就连线到了 时事评论员蓝中华 请他来讲解一下 新闻连线 国家都是需要有一套这个国家安全法 来维护国家的安全 还有一个社会的秩序 我也认同 但是国家安全法是有分成两种 第一种叫做是预防性 另外一种叫做非预防性 所谓的预防性就是未审先扣 我怀疑你可能涉及某个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 所以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 我先扣留你再进行调查 非预防性的国家安全法 就是说我怀疑你可能涉及违反国家安全 我没有先扣留你 我是先调查 然后收集足够的证据 然后我就正式援引国家安全法 把你控上法庭 由法庭治罪 而马来西亚通常都是 极度的依赖预防性的国家安全法 其中一个背后的理由 就是说是警察或者是国安部 他们需要时间去进行调查 但是他背后的逻辑 其实是他懒惰 我们的内政部或者警察 对一个嫌疑犯 有一些嫌疑的时候 所进行的调查工作不够充分 所以他们想要使用预防性的那个法令 先扣留你 然后在审讯中套取口供的时候 希望从中可以找出你的破绽 然后才能把那个证据可以收集的更多 但是这种都是那种所谓的 比较懒惰的一种做法来的 在美国 他们是没有这种所谓的防范性那种的措施存在的 他们都是要收集到足够多的证据过后 才能使用国家安全法 把你控上法庭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向更加先进的国家 看齐 也有另外一个东西 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政府这么依靠 这种防范性的那些法律 是因为他觉得 我有这套防范性的措施存在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震慑 就是下阻那些人去破坏国家安全 在没有审讯的情况之下 可以扣留你28天 很多人都会想到 哇 这个政府的权力是这么大的 那么我不能随随便便去犯法 那么想知道说 关于威胁马来西亚 这个国家安全的敌人有哪一些呢 最主要都是恐怖分子 武装人员 极端分子这些人物 这些都是比较容易被鉴定 被审视以罚 最主要就是那些处于非常模糊的人 平民或者是一些出现嫌疑 行为的人 我们就比较难以去界定 他们是不是有危害国家安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政府是需要进行更加详细的调查 才能去把这个人定罪 我们不鼓励政府使用那些 所谓的预防性的措施来做的 这些都是比较落后的国家 或者是缺乏执法调查能力的国家 才去做的 我国已经是脱离了落后国家的那个范畴了 我们不再是落后的国家 如果我们废除掉这个所谓的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法令 可以去解决呢 坦白的说马来西亚的刑事法典 Panel Code 它是非常的完整的 里面已经拥有足够多的那个条文 去应付恐怖袭击 极端人员的 然后甚至是煽动的都好 因为我们的刑事法典都是属于非预防性的措施 才没有受到我们的内政部的喜欢 所以我们要打破的就是让内政部去接受 他们必须提升他们基本上的调查能力了 必须的收集到足够证据 才把人定罪 才把人控上法庭 谢谢战略与国防研究员蓝中华 就是让我们去更好的了解一下 这个SOSMA的重要性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条法令 说的就是反跳槽法 看到掌管国会与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旺朱乃迪 他就确认国会下议院呢 则定了这个日期 4月11号召开特别会议 来提成反跳槽法案 那时候首相伊斯曼沙比里呢 是已经同意会援引议会常规 第11跨湖三条文 来召开特别会议 辩论反跳槽法案 如果呢一天无法完成辩论的话 这个会议只会连长两天 也是没有问题的 社区牵线 好来社区牵线要说的 就是跟职业有关的 可能很大一部分人都会认为 外卖送餐人员呢 肯定就是因为学历不高啊 找不到更轻松的工作 所以才需要去日晒雨淋的去送餐 那五国一名26岁的一个男子 叫做诺阿兹玛利 他是直接打脸了 这样的一个偏见的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 这样子的想法啦 他就直接用行动来打脸啦 那他之前呢 其实是在TikTok上面 发了一个视频 就显示呢 我自己在雨中送餐的情况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 会在社交媒体上面 分享自己工作时的情况嘛 而他你可以看到呢 他雨中送餐哦 几乎全身都湿透了 但他还是很正能量满满哦 看到他的画面呢 就是笑着的 但是呢 这个影片底下 就有很多网民酸他 你看小时候不读书 长大又要受苦啦 而且又要来抱怨等等 结果呢 这个诺阿兹玛利啊 直接丢出他的 大学学士学位的文凭 来打脸这些网民 因为他们说嘛 小时候不读书嘛 他就告诉Mstar 其实他去年7月完成了 雪邦吉隆坡大学 航天科技学院的 飞机维修工程机械学位啊 期待说自己呢 其实是可以成为一名 飞机工程师或是讲师 那他现在出来送餐呢 其实是因为父母是小贩 然后就希望说 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 真的不要 什么人家说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啊 这意思就是说 不要以貌取人 真的 他其实出来 真的是因为孝顺 想要帮亲父母 那重点就是他还讲啊 身边其实很多同行 就是你送grab的啊 或者是downgrab的这个司机 都是拥有硕士 甚至博士证书的人 为什么这些人 他们会来做这些 就是因为空闲的时候 就外出送一下餐呢 也让人家体验一下生活嘛 对不对 其实我也觉得 不管是 就是真的是 如果教育程度低的话 对 我们也不可以去 这个是重点 去歧视别人 大家也都是在 用自己的努力 来换取收入嘛 所以也没有必要 有这样多的偏见 职业部分贵 对职业部分贵贵 而且没有他们啊 谁把这个 这个餐点送给我们呢 真的 尤其在疫情期间啊 他们真是格外的重要哈 来我们来讨论这个课题 今天也是很多朋友 都在热烈关注的 因为新加坡那边呢 即将落实新的 这个放宽的措施 他们呢 下个星期开始啊 在户外可以不用戴口罩 那如果说我国也实施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话 你还会戴口罩吗 今天我们的投票啊 非常的踊跃 来看 84%的朋友呢 就算有这样子的政策 他们还一定会 继续戴口罩 16%的朋友呢 就说哎呀 我们看情况啦 我觉得这个讨论太热烈了 你可以继续去到 我们的这个Facebook那边 去参与今天的讨论 那今天这边 要给你预告一下 等一下8点半的时候 Super练习生 会在8点半 在FB那边公布 五强的这个人选 我们家的这个冠险主播呢 就会主持这个FB Live 所以希望大家去期待一下 好 今天呢 直现在我们这个FB Live 结束周大 就可以去上个厕所了 回来8点半 就留守着988的Face 我们来看 Super练习生 五强会是谁 我是香君 我是新铁心锐 两个品牌